弟兄姐妹平安 今天经文的进度在约伯纪15章17到35节 一样是第二轮的讲论 以利法的分享 那么昨天我们提到了 以利法他先责备约伯 他指出你不够金钱 不够有信心 我比你有智慧 我有从神话以来的权威 那你讲的是没有用的话 你的表达就证明你的无罪 你竟敢向神发怒 这不就是证明你的不金钱 那警戒的以利法要发表一长段的论述 这个论述他在讲 他试着要告诉约伯 或者他强迫约伯要接受的概念 就是上帝是赏上罚恶的神 他绝对会对付恶人 他是公义的 而你被对付 所以你应当委义的路 真的就是悔改了 所以他就更多的去把这个道理 更深刻的要通过他的表达 把它陈述回来 为什么呢 因为约伯前面他提的一个概念 他就回应了这个三个朋友里面所讲的 就说十二章第六节 强盗的帐篷兴旺惹神的人稳固 神多将财物送到他们手中 这一句话 直接就挑战了他们的神学论述 所以以利法在这里花了很长的篇幅 再等于是为神的公义来捍卫 其实这又掉进了约伯前面所讲的 就是你们要为神说不义的话吗 为他说诡诈的言语吗 你们要为神寻情吗 要为他争论吗 所以这个我想 前面这些错 其实他们都已经犯了 又再犯一次 以利法说 我只是你 你要听 我要述说所看见的 这口气像不像我们对孩子 我们在教训孩子 就说 你仔细听好 爸爸现在要告诉你怎么做 那当然这表示以利法很有把握 我要述说所看见的 这个看见是从哪里来 就是智慧人从业主所受的 传说而不隐瞒的 十五章一开始 以利法就在反奉约伯 如果你是智慧人 你怎么可能讲出这些虚空的知识呢 如果你是智慧人 你怎么会讲这些无意的话呢 那他反过来说 我是智慧人 然后就是我讲的这些呢 是智慧的人 而且呢 是从列祖所受的 也把这个祖宗的传统 这是前面 这个三个朋友里面 比勒达曾经也诉说的 就是从远古人留下来 大家都知道的道理 传说而不隐瞒的 大家都听过的 这地唯独吃给他们 并没有外人从他们中间经过 这是做一个补充 补充什么呢 没有外人从他们中间经过 他们是指这些列祖 意思是外邦人的风俗 不曾败坏他们的教导 这些教导是纯正的 没有被错谬影响过的 所以他在强调是 这是历史历代传下来 大家都明白的道理 而且没有被误会 没有被玷污过的真理 是什么 恶人一生之日 驱劳痛苦 强暴人一生的年数 也是如此 坏人绝对是痛苦的 惊吓的声音 常在他耳中 因为他是作恶的人 所以常常呢 一些风吹草动 就会让他惊吓 所以这个声音 令他惊吓 常常在他的耳中 在平安时 抢夺的 逼临到他那里 因为他是作恶的人 所以神也会审判他 所以在他以为平安的时候 这个抢夺的 比如说是强盗 这些恶人 会临到他那里 他是恶人 他是强暴人 他也会必然 被其他的恶人来抢夺了 这个我们能理解吗 你如果说为非作歹 当然你得罪很多人 人也会以各样的强暴 来对待你 所以恶人 他就更深的害怕 所以就要有保镖 佩戴枪 家里要装满各样监视器 为什么 他不是很厉害会欺负人 因为他欺负人 他也怕被欺负 所以这些枪 保镖 监视器就显出 他里面的害怕 这个道理我们也能懂 他不信自己 能从黑暗中转回 黑暗就是阴间 他被刀剑等候 就是他自己也知道 恶人 他其实自己心里面也知道 他没有前途 他没有办法从死亡中回来 回头 他被刀剑等候 被刀剑等候 原来意思有点埋伏的意思 他知道他随时有人 要来攻击他 有刀剑在等候他 他漂流在外求使 说哪里有食物呢 他知道黑暗的日子 在他手边预备好了 他可能因为跟各样的人 有冲突 所以他就必须要逃亡 就变成漂流在外求使 那他也知道 黑暗的日子在他手边预备 黑暗的日子指的是死亡的日子 就是在形容 这里在形容恶人 他一生充满了惊吓 不安 有人要来攻击他 毁坏他 当然背后以法的意思 这是上帝的审判 以恶来报应恶 他流亡在外 要求食 他也知道 早晚有一天要死了 急难困苦叫他害怕 而且胜了他 他在急难痛苦当中 他很害怕 胜过他的心 他知道他没有办法 来胜过这个困难 好像君王预备上阵一样 这里的意思会让我们误解 加上几个字就明白了 好像强大的君王 预备上阵来攻打他一样 就是他面对的这些急难困苦 好像一个很强大的君王 哇这个 集结整装他的军队 要来打他 那就是温戏 他就那个意思 二十五节 他伸手攻击神 以骄傲攻击全能者 这里在描写 就是说这个恶人 状况这么惨 一生之日 取劳痛苦 可是他居然 还在神面前逞英雄 想要挑战上帝 你觉得以利法 在暗示什么 你如果光看字面 你会觉得说 那恶人这么惨 他为什么还会伸手攻击神 以骄傲攻击全能者呢 他其实在讲 约伯嘛 约伯你看看你 你不是 你不是这么惨吗 那你居然 还伸手攻击神 以骄傲攻击全能者 挺着景象 用盾牌的后凸面 向全能者直闯 后凸面 他有一点就是攻击的意思 就是用盾牌 要来攻打上帝的意思 是因他的脸蒙上纸油 腰基层肥肉 这个恶人抓取了一些利益 那么常常会用这个脸蒙上纸油 腰基层肥肉来形容恶人 他曾经用邪恶来夺取这些好处 显在他的体态上面 但是他是很骄傲的要来攻击神 以为他可以攻击神 他曾住在荒凉沉溢 无人居住 江城乱堆的房屋 当然这一段 学者有不同的解释 但主要的大概的意思 我们是能懂的 学者在主要的意思上面 也是一致的 这里呢 如果从上下文 可以把它解读成说 他曾经住在荒凉沉 这个住在就是他占领 因为他是恶人 他曾经去占领 攻击一些城义 那这些城义后来荒凉 被他打下来 他就把他占领了 无人居住 江城乱堆的房屋 他占领他 但是呢 他不得富足 财务不得长存 因为有一天呢 神的击打会来到 神的这个审判会来到 他虽然 这个脸上蒙了指油 腰肌成肥肉 他曾经有些夺取 他也夺取了人家的城义房屋 可是最终他不得富足 财务不得长存 产业在地上也不加增 这是不是背后 感觉就 硬拉约伯 对好如昨 他不得处理黑暗 火焰要将他的枝子烧干 因神口中的气 他要灭亡 他前面用 这个东风来形容约伯讲的话 这个炎热的 沙漠热风 毁坏人 这里呢 他用神口中的气 来形容神的审判 神要审判你 用他的口中的气 施你灭亡 他不用 依靠虚假 气哄自己 因虚假 必成为他的报应 31节 接连着32节 会比较明白 他的日期未到之先 这事必成就 他的日期指的是他死亡的日子 他的日期指的是他死亡的日子 他的知子不得情 就是他不可能发亡 他最终会得到审判 所以31节这里的虚假是指说 死后是不可能复活的 他不用依靠这个 以为会复活这件事来欺哄自己 因为死亡 这件事情一定要成为他自己的报应 死后是不会复活的 这是虚假的 反倒 这个虚假的盼望 会成为他的报应 你认为会死后复活 事实上 不会发生 这变成你自己的报应 你根本期待不到 你这个盼望是假的 不会成就的 他必向葡萄树的葡萄 未熟而落 葡萄树开始结果的时候 我们会有些盼望 结果呢 未熟而落 就失去了嘛 所以说 早年的 这个享福 或者未来的盼望呢 不过是泡影 未熟而落 又像橄榄树的花 一开而泄 早期好像发旺 好像通达 但是最后呢 是就没有了 什么都没有了 恶人最后是没有盼望的 像未熟而落的果 像一开而泄的花 花一泄了 就没有办法结果了 原来不敬前之辈 必无生育 这里 必无生育 如果从上下文 当然可以指的是 土地的评级 就是说 不敬前之辈 它的土壤评级 是不可能 有结出果子 就是跟前面一样 是你的期待 是不会实现的 恶人的期待 像未熟而落的果 一开而泄的花 受贿赂之人的帐篷 必被火烧 这里也在暗指 约伯是不是受贿赂之人 因为他的帐篷 他家家也都没了 这些恶人所怀的是毒害 这个怀 是指怀孕的意思 怀着毒害 最后生出来罪孽 心里所预备的是鬼诈 心里面在所思所想的是鬼诈 我们回过头来看这一段 以立法在这里描述恶人 一生之日取劳痛苦 可是他在描述的时候 他所选用的内容 却是强迫约伯对好乳作 他指到什么呢 指到恶人 他一生会活在惊吓里面 他说恶人 他黑暗的日子在他手边预备好了 不是约伯一直在讲 我快死了 我快死了 所以他就在讲 这个就是你 然后呢 急难困苦 叫他害怕 是你吗 讲到好像君王预备上阵一样 你不是讲上帝在攻打你吗 是啊 是神就在审判你 那么他呢 曾经住在荒凉层 就是他夺取 他有财富 可是他不得富足 财务不得长存 你暂时有 但之后会没有 那这个恶人呢 他会甚至骄傲的攻击神 你看又把人家拉进来 这个恶人呢 会用这个虚假来欺凶自己 以为自己可以复活 那就是你啊 这个恶人像感染树的葡萄 未熟而落 你的过去葡萄树结果 感觉好像快发光 但你最后的结局是 未熟而落 就你吗 你看看你现在 受贿路之人的帐篷 必被火烧 那是为什么 因为你心里面怀的是毒害 所生的是罪孽 当然以利法 他本来的用意是什么呢 是要约伯认罪 他以为这条路 绝对是可以帮助约伯 约伯只要认罪了 他的上帝 就会恢复他原本的生活 所以呢 他以为这是帮助约伯的路 所以他硬要把约伯 套进这一套宫子里面 没想到他讲的一字一句 都第二次的再次伤害约伯 哎呀 我们前面也讲过 我们总是要把人 硬要把人的处境 套进去我们的神学架构 我们的神学论书里面 要来诠释他 这很容易 这很容易 我过往这个很长 约谈陪读一些学生啊 弟兄姐妹 在年轻的时候 我大部分时间在做 一对一的陪谈 很多时候他讲两句 我就觉得我有答案 会觉得 你的问题不就是 一二三四五 我那个药方都给你写好了 我现在就是很耐心听你讲 就告诉你一二三四五 为什么 因为我很快就把他的处境 对照几个神学论述信仰的原则 你看你这点有没做到 那点也没做好 这点你看你跟圣经不一样 就把他淘进去 然后就给厨房 第一你要怎么做 第二你要走 第三 就是说我们 会把信仰很容易简化成 你只要做A就能得到B 你只要做C就能得到D 那么就是这么简单 当然有些时候是有对应的 没有错 但是很多时候 单一个事件 它没有那么简单 它是很复杂的 在看约伯记的时候 很多 就是说 我觉得对我们有很多 在帮助人这件事情上的反省 我也说 千万不要因为读了约伯记 我们什么都不讲 因为我们都不是约伯 弟兄姐妹也不是约伯 可是呢 要怎么讲 那是我们应当学习的 盼望今天 就是说第十五章 以立法的这个发言 他可以给我们的提醒是什么呢 就是我们如果成为一个帮助者 我们需要多一点的耐心 多一点的陪伴 多一点的倾听 因为真的 他的处境 他花了一点时间跟你论述 有很多我们真的还不明白 那也许 他的状况 真的我们 很快觉察了 可是也不能够一股脑的 不顾他人感受的 就直接道给他 就这样对他说 有些人会说 没有错 我是凭爱心说诚实话 对 凭爱心 我们应当是凭爱心说诚实话 但是 是不是一定要在当下说 当人没有预备心理 人没有心理容器 没有预备要听的时候 我们硬要说 很可能变成伤害 我们说也没有用 所以我 自己做了一个简单的 简单的一个整理 我觉得 可以给我们做参考 在陪伴人的时候 我们第一个 要更多的听 在听的时候 我们更多祷告 我们要听懂 到底他要讲什么 我们要听懂 他真正的困难是什么 我们要听懂 他内里 真正需要 是哪一段神的话语 我们要听懂 我们努力的听懂 所以第二个 我们可以借着询问 来觉察 我们求主赐给我们好问题 我们透过问好问题 帮助人自己觉察到他的问题 透过好问题来厘清 他所面对的遭遇 有很多东西 其实是很复杂的 第三个 我们要等候 等候机会 等候合适的机会 怎么样呢 要对他说 我们要说的东西 我们自己也要行察 我们说这一番话 是我 我自己的意思 还是信仰的原则 我也发现很多时候 我们在帮助人的时候 讲的是我自己的道理 并不是圣经的原则 那这有危险 因为我自己的道理 有些是我自己主观 人生经验 它并不是绝对的整理 它只是一个主观的经验 我不是说这个不能够提供给人参考 而是有很多危险 我们主观的经验感受 很多时候是有限的 比如说 有一个刚刚失恋的辅导 他要去陪伴一个失恋的同学 他就把这个情境套进 他就把自己的苦套进 他的情境里面去 就硬要人怎么做 我说的是这一种 求主怜悯 所以第一个要听 第二个要问好问题 帮助人觉察 第三个 要等待合适的机会说 要确定我们所说的 是能够建造人帮助人 是从神而来的 第四个我们也要知道 我们说了 甚至我们说了 人家不一定听得懂 纵使别人听得懂 也没有力量 立刻改变 你跟他讲的时候 最后回答出来是 我们应当要饶恕 可是知道要饶恕 到能够饶恕 它是一段路 需要继续的陪伴 这个每一个过程 我们都要不断的祷告 求圣灵引导 求圣灵光照 当然这是一个简短的分享 求神帮助我们 能够做一个 真正能够帮助别人的人 同理别人感受的人 用真理来对人的生命 说话的人 求神与我们懂哉 我们一起祷告 主啊 我们可以想象 当约伯听到 伊犁法这番话的时候 他的心里何等伤痛 原本是他的好朋友 却这么样的 纷纷不平的 指责自己来责备 将自己的处境 对好入座 在他自己的神学论述里面 欧洲啊 求你 是恩怜悯 我们过去也都做了好多这样的事 我们伤害了好多人 我们自己不知道 我们以为我们在捍卫真理 我们以为我们在替上帝来说话 祝求你怜悯 让我们更多的 有耐心的倾听 听懂 有树灵 有被你洁净的耳朵 不带着偏见的来聆听 欧洲啊 求你也帮助我们 能够借着好问题来引导 让我们更深的明白你的心意 明白人的处境 欧洲啊 你让我们有耐心 能够等候 在最适合的时机 给我们勇气说出来 所说的是从你而来的真理 是能够建造人帮助人的 主你也帮助我们 当我们陪伴人 当我们说了之后 我们也陪人一起成长 一起经历你的医治 一起经历你的工作 主谢谢你 让我们真的能够成为 和神心意的帮助者 安慰人的心 治愈人的心 听我们祷告 奉耶稣基督的名 阿们